不过有关于缺蛋危机 现在就有网友爆料 鸡蛋呢明明是正常出货的 市面上怎么还是买不到蛋 这个网友他在网络上po文说 他自己回到彰化老家 去跟他的亲戚来买鸡蛋 一箱二十台金卖八百五十元 一斤大概算下来就是四十二点五块 不过目前市面上的蛋价可以看到 其实呢来到了一斤五十二元 是来到近年的新高点 他们就觉得很怪 而更怪的是有在养蛋鸡的亲戚还说 现在鸡蛋产量是正常的 不懂为什么会缺货涨价 我们记者也实际来到了彰化找蛋农 一箱二十台金 产地价的确是八百五十块 但来到了市场或杂货店 价格就在千元以上 业者说直接跟产地买 当然是会比较便宜呀 另外也有网友看了说 我家从来不缺蛋 只是买不到便宜的鸡蛋 来到杂货店 普通的白蛋一斤就要五十二元 价格再度来到历史高点 婆婆妈妈精打细算 只能买刚好的料 但网路上却有人买到了 一斤四十二点五块的蛋 这名网友说 他回彰化老家和亲戚买蛋 一箱二十台金 两百颗卖八百五十元 一斤约四十二点五元 还说亲戚说蛋供应量正常 不懂为什么会缺蛋和涨价 实际来到彰化的鸡蛋产地 但能证实真的是八百五十元 不过的确是有缺蛋的情况 零售业者也说汉产地的亲戚买 当然可以买到二十台金八百五十元的价格 但零售要负担运输店面成本 贩卖价格当然会比较高 来到云林业者也说 二十台金的净货价 就在一千零六十到一千零八十之间 卖价当然会更贵 业者也强调进货价不但高 而且还不是想要多少就能进货多少 民众如果想要便宜 当然可以去产地问看看 如果想要方便 就近在超市或卖场买 自然价格就会提高 华日行文 吴连安肖月 谢中益 吴建宏 彰化与您报导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 还没有订阅华视的YouTube频道吗 赶紧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们华视YouTube频道